接见林郑 习近平这一幕尴尬了 中南海进入抢钱时代 港大彻夜拆卸六四国商支柱 作者痛斥 野蛮可耻 无法无天 被消失近四个月 赵薇突然现身香港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赴北京述职 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接见 不过视频显示 习近平现场尴尬战力一分多钟 等候姗姗来迟的林郑 此外 会场内罕见换上了轻盈色的黄茶杯 而习近平一人独享两个茶杯 这一奇特的场景随后引发外界的热议 据党媒报道 12月22日下午 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来金数值的林郑月娥 支持林郑在任内最后一次伤金数值 随后习近平接见林郑的一些细节 却引发网络热议 据媒体传出的视频显示 习近平在会场内站着等候林郑超过一分钟 可能因疫情的关系 姗姗来迟的林郑没有与习近平握手 两人仅一同站立 让记者拍照 陪同的韩正 丁薛祥 王毅等人均戴上了口罩 只有习近平和林郑没有戴口罩 有报道指出 会议桌上罕见的换上了清一色的金黄色茶杯 唯独习近平有两个茶杯 还有一个细节 除习以外 所有人的杯子都是盖子虚烟 唯独习全盖 习总独享两杯的场面并非首次出现 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两会上 习近平独享两个茶杯 一度引发舆论的热议 有评论认为 习近平的两个茶杯 可能是为了防止下毒 也可能是习的身体原因 两个杯子中 或者分别放着要服用的药物 此外 林郑回避连任的话题 结束与习会面的当晚 林郑在记者会上说明并总结形成 对于她是否会连任 以及参加明年特首选举的提问 林郑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称 来北京唯一的目的 只是要做行政长官年度数职工作 并不做其他的事情 也没有想自己未来的事 据港媒报道 林郑此次不经数职 中共邀请林郑的先生 林兆波一同赴金 习近平在听取数职后 宴请林郑夫妇是四年来首次 在此敏感时期 习近平宴请林郑夫妇 有两种可能 或是犒赏 或是安抚或化别 就目前情况而言 安抚或化别的可能性更大 海外时评人士 严纯沟撰文分析林郑上京的英游 认为林郑破招上京 或与中共调动政策有关 中共国策要大转软 且急转弯 故有两件事情必须先做 一 战独外交转为熊猫外交 全面向西方国家求和 二 急速杀停对港的极左政策 利保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就中共国经济全局破败之项 这一点与林郑息息相关 那么北京对港政策将有哪些具体的改变呢 严纯沟推测 第一种可能是终止极左政策 淡化国安法 重谈基本法老调 因此 北京要林郑当替罪羊 逼她放弃连任 甚至为雇权大局让她提前下台 由中央任命代理行政长官 第二种可能是 林郑可以做到任期截止那一天 不过连任就不用想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中共对香港人的钱虎视眈眈 香港人的家底成为目标 用什么理由来搬钱 如何搬 搬完有什么后果 要如何应变 如何安抚香港人 又保住香港的金融稳定 基于此 急招林郑上京商量便有必要 林郑短期内应不会下台 而中共对港政策也不会大变 中共国务院下属的政府网禁日 罕见刊登对河北罢州市政府 乱贪派乱罚款的一个通报 通报说 河北罢州政府 从今年10月1日到12月6日 共开出了高达6718万元的罚款款项 是1月至9月罚末收入的11倍 涉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547家 平均每家罚款收费2.64万元 这个通报说得很清楚 罢州政府的做法是为了弥补政府的财政不足和不合理开支 说白了就是没钱了 所以要向老百姓那里去收 其实就是抢钱 海外时评人士石山撰文分析 乱收费 乱贪派在中共的体制中从来就存在 河北罢州市就在天津市旁边 北京的南边人口大约六七十万 全年政府财政收入大约三十多亿 今年罢州原本定了一个七亿的非税收入计划 但到下半年政府突击增加这个非税收入 比原计划多了四成 究其原因就是今年经济下滑 政府没钱了 罢州有两个钢铁厂是当地经济的所谓支柱 现在都停产了 北京要开奥运会 罢州政府的税收就没有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就会想另外的办法 所以地方政府断罚款断收费 实际上也反映出了经济下滑的状况 文章写到 今年以来中共当局的罚款收入应该是相当不少 最新的一笔就在前两天 中国网络主播界最大的带货网红主播威亚 被指控逃漏税 政府开出13.41亿人民币的罚单 工资企业有关的罚款就更多了 最有名的就是阿里巴巴被罚 182亿 通过这些表象可见 逮着机会就拼命罚款 是最近以来中共当局的一个风格 反映的是政府没钱了 收不到税了 其实就是经济形势极度严峻了 就拿中共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 土地出让收入来说 2021年上半年 中共土地出让收入3.44万亿元 占地方财政6.25万亿元收入的55% 但2021年三季度以来 土地市场降温需求下降 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跌 但是当地方政府财政吃紧 北京唯一的对策是 放松对地方政府的管制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而不是管起来 对地方政府来说 罚款摊派绝对是地方收入 俗话说 靠山吃山 当地政府没有钱 公务员发不出公司 地方官员的利益 受到明显的影响的时候 地方政府一定会动用这个权利 不过抢老百姓的钱上级不高兴 比如中共国务院通报了 八州政府宣布退款 说整改 完事了 没有处分 没有处罚 这种明显违法的事情 也不会有任何形式追究 文章最后指出 未来中共国经济继续下滑 政府收入继续下降 地方抢钱的事情 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离谱 而中央政府如果不给钱 直接补贴 估计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业力香港大学校园 超过20年 被视为六次事件 最后重要象征的雕塑 国商支柱 难逃被遗除的命运 港大校方23日通宵 拆除了国商支柱 校委会声称 继续容许国商支柱 在校园展示存在法律风险 创作人高志活 强烈谴责有关行动 并保留所成权利 部分舆论相信 港大是基于外来压力 才仓促的拆卸国商支柱 美国之音报道 当地时间22日晚上约11点 港大突然彻夜 拆卸了六四国商支柱 整个行动历史大约4个小时 校委会对此的解释是 当天的会议中做出 移走雕塑的决定 认为国商支柱 已日久老化 大学极为关注雕像状况欠佳 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 决定移走雕塑 创作国商支柱的丹麦雕塑家 高志活对事件表示震惊 不排除港大校方故意选择 在晚间拆除自己的作品 67岁的高志活曾表示 担心港大校方会胡乱的 移除国商支柱 损害雕塑的结构 并表态自己愿意到香港 亲自拆卸国商支柱 但是港大校方一直没有理会 获悉自己的作品被拆卸出力后 高志活形容港大的手法 野蛮粗暴可耻 高志活表示 香港已变得无法无天 不再保护艺术和私有财产 希望港大能处理好国商支柱 并妥善交还 否则会要求所长 事实上 很多国家已表明 可以接收国商支柱 身在美国的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 在脸书专业 强烈谴责港大 拆除国商支柱的行动 认为校方采取卑劣的手段 试图抹气 学写的历史回忆 不许一个纪念品的存在 证明了当局的心虚 也再次反面证明了 当年大屠杀的存在 中国知名女星赵飞 今年八月被中共官方 无欲警封杀 已经在公众面前 消失了四个月 12月22日港媒披露 赵飞开着一辆奔驰车 在香港全湾现身 引发关注 据港媒报道 22日10点 赵飞开着车现身 全湾青山公路边的一间加油站 同车的还有一位 戴着眼镜 穿着白色T恤的男士 当时没有戴口罩的赵飞 披头散发 脸色惨白 向加油站的员工 询问一些问题后离去 上述消息被多家港媒转载 但报道中 均没有赵飞 在香港现身的照片 今年八月 赵飞的作品 突然在一夜之间被下架 百途百科将她的名字 从她参演过的作品中消除 官方对其封杀的态度 十分明显 但诡异的是 官方至今也未披露 赵飞被封杀的原因 而与其他劣迹艺人不同 赵飞代言的品牌 并被与其解约 种种诡异之处 令赵飞的事件 格外引人注目 有分析认为 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 官方不会采取 这种静悄悄的做法 从目前的迹象来看 很明显 官方还没有编好 足以服众的理由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